我以為是哪位貴婚嫁臨 原來又是聖珍你們幾位 好像沒多久之前才和你們戰行 你們說要西天取經 普道眾生大業 怎麼這麼快就回頭呢 啟稟皇上, 因為孩子有病 所以我們迫於目來才截反 說得這麼委屈, 你當我們女兒郭是甚麼 甚麼當甚麼 那是你們說的 你們女兒郭的大門隨時為我們打開 回來就回來 不過… 我記得 你們是不是打算不走 不是, 蘇娃好我們就走了 既然這樣, 那就不是我們的國民 我們女兒郭的大門 只是為我們的國民而打開 除非這樣, 你們入籍我們女兒郭 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 你現在關門呀?反口呀 那又不是這麼說 如果你們長住的就是我們的國民 到時候說話就不是這麼說了 我們要去取經, 怎麼長住呢 真沒兩頭力, 你們自己商量一下吧 我兒子, 我兒子不僅病 而且現在還在發燒 不如醫好再說吧, 麻煩 飛虎大將軍, 你有空嗎 只顧著你們, 不用管國家的 不敢 你立刻替我傳令下去 誰做他們奶媽的就殺無聲 不敢鬼鬼祟祟在做甚麼呢 原來他免得朱八戒 和沙僧兩個在哭哭哭忽 於是就靜悄悄地把他們兩個兒子都偷走了 一個大波 可ardı 所謂的宋子就打摸頭 一打摸就眼淚流 這四個嬰孩 以後就有勞住持你代為撫養 他們已經替道出家 不僅是妙法鎮的人 還是西娘女國的子民 相信皇上不會降聚於你 出家人慈悲為懷 與人方便 兩位大師請放心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們回去吧 人生有百苦 除了生老病死之外 還有一種叫愛別離 你要記住, 情是蒙邊的苦海 只有慈悲才行上落土 我睡覺了, 精神爽 朱… 朱仔… 朱仔, 你在哪兒 朱仔… 朱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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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兒 不用找了 大師兄 朱仔, 你在哪兒 是呀 我們的兒子已經到了一帶 平安、開心, 不用挨礙我的地方 我…我…我…我兒子… 是我死了 朱仔, 你在哪兒 朱仔, 你聽遺師說, 孩子沒事 我們只不過是把他送去妙法庵 替道出嫁 替…替甚麼 妙法庵, 火了, 替我去救火 替道閒靜, 整間妙法庵都變火了 快點來幫忙, 去救火, 快點去 死死… 朱仔, 朱仔, 朱仔 朱仔, 朱仔 真可憐 好好的一間鵪堂 為甚麼會燒成這樣 原來從那個牛魔女變成的皇帝 一收到誤好他們 把他們的兒子送去妙法鵪的消息之後 就立即命令飛虎大將軍 一把火燒了一間鵪 目標會令他們幾師徒一身危致安樂 我利徒佛, 我罰慈悲… 沒再說回來 乖了, 兒子, 沒事了… 爹今生今世都不會再離開你 兒子, 別哭了 兒子不可以補充你, 你不要死了 朱仔, 沒錢了 你放開 我警告你 我嚴重警告你 以後不要再碰我小豬仔 他少了一間漢毛, 我拔掉你的毛 你現在怨我, 我也不知道會火燒的 這是意外 甚麼意外 你一點人性都沒有 這個兒子你自己親生的 懷胎十天很辛苦生他下來 他現在還沒滿意, 你就扔去鵪堂 你冷血嗎 一間鵪堂火燒而已 沒理由每間鵪堂都火燒了 我們去找個另一間 還找?就算不火燒, 地震那樣怎樣 水浸那樣怎樣, 嵌屋那樣怎樣 我豬仔不懂爬, 不懂喊的 你是不是看著死也悲鳴?你煮安樂 受傷 我是大師兄, 說得怎麼樣就怎麼樣 你要送兒子, 你自己送到舊 我和豬仔兩個是一條命 這麼生氣都無財不耐 是呀, 大師兄 如果孩子沒了爹, 千哥地仔來的 大師兄, 你收回聖明 不要拚掉兒子了 送兒子走又不行 背著兒子上下派妖精 那你們想怎麼樣? 我想得很清楚了 親情大過天 我無論如何都不會丟下我豬仔 我寧願不去西天取經 師父, 對不起 我這輩子沒甚麼忙 我自己不好而已 我也希望下一代好 我決定了一定要做大豬仔 我一定會好好教養他 教他誠心向佛 師父, 你准許我退出 對不起, 師父 連你也就我 大師兄, 我無法選擇 經一定要娶 但立軍用親情也不可以不顧 師父, 你給我十二三年時間 讓我把兒子撫養成人 然後傳上他的法術 讓他可以自立的時候 我再跟你去取經 我一定會把兒子撫養成人 我已經決定留在這兒 既然你們倆留意已決 為師父, 為師父也不加勉強 悟空, 隨為師繼續上路 八戒 大師父, 蓉靜 從今天開始 我們師兄弟之情恩斷義絕 大師 皇上有旨, 請兩位娘娘跟椅上轎 我說過, 為了我小豬 我甚麼都肯做 唐三藏幾師徒 在取經路上所遇到最厲害的妖魔 不是甚麼白骨精、蜂躬精 而是自己的心魔 現在他們幾師徒, 一盤散沙 還能不能取得成驚呢